长者收股息 现在是5点钟 收了市1个钟 今天又升了500多点 大部分升市大部分的升幅 是在最后1个钟头出现 港股半天沽空是119亿 全日的数字都未出 昨天的半天是150多亿 所以今天是少了 我又没有做事 我又未卖出 今天说一下少 我很喜欢看这些 青年才俊的影片 例如这位 这位是乐观的 看标题 马云增持阿里 港股续升过百点又够了 这些是乐观的 大部分都是悲观的 例如这位哥哥 全内地救市 港股层标550点 但元又散 他仍然充饰着悲观的情绪 如果他转为乐观 那我就卖些货 我通常都是这样看的 港股终于反弹 升势信德国 这又是充值了一些 看淡的情绪 例如这些 不清不错 港股插穿万五点 有何应对方法 这些是足够的 这些是足够的 究竟这些年轻一点 教年轻一点 教专业 教专业 有设计 说话流利 那些 看看他们是乐观还是悲观 如果他们一向全面乐观 我想就要退货 说话 你有没有留意到 有些基金经理的事 有位新加坡的基金经理 他说 股坐边 旗下基金 这些是真实的 这位哥哥 凭自己的知识和判断 沽日本股市 持有中港股市 11月开始 中港这边跌很多 日本那边涨很多 他的仓仓就 扶了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于是由于基金的条例所行 他一跌到那么多 他就要自动清盘 即是止蚀 自动止蚀 就要分钱给基金持有人 有两点 第一 他就将自己的想法 投射到自己的仓 他如果是聪明的 便可以 如果他调转来做 便可以 还有他迟一点 才做便可以 例如他在11月的时候 便可以做 所以时也命也云也 第一 第二 他如果将大市的变量 作为一个指标 便随机应变 反而就不会这样的下场 举例 如果像长者收股息 我都跟大家说过 遇到升市 便退一些股票 遇到跌市 如果有钱证 便买一些股票 整体来说 你的仓的成本 会比较低 便会比较难 跌到清盘位 即一般人说的止蚀位 你现在知道 如果你时机不对 第一 第二 你看法错了 这两件事 已经可以弄死一个基金 基金 这些 他当然以前 曾经赚过很多钱 才升得上去做基金的 现在便玩完了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这么多股票 会沽出来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这些基金 要盖期 或者要liquity 要辨现 便会有很多股票 卖出来 未来也会有的 所以股票升到差不多 有些人会卖货 有些清盘人 会负货 很伤心 看到这些 为什么你不说我呢 你不要自己股市 股市 因为你无需股市 我都每天股市 只是当玩的 其实我都不是因为股市 去先买 不是的 我遇到跌的时候 买些 有钱便买多些 手紧便买少些 没有钱便不买 如果是这样 他一定不会像现在的下场 看回报纸 比如信报 这位今天信报 残股借消息 反扑 描述式的 这些是没有东西的 他没有说是乐观还是悲观 比如今天信报 他说 救市 维稳 只能阵痛 anywhere but china 心态难改 这位不老林之生 他是悲观的 他是悲观的 如果你见到很多人悲观 你就不妨可以买些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人都错 大部分人玩股都蚀本 真的 我见得多了 这个也挺好的 高天有描述式 自己股票自己救 有时候你看一下这些对自己的看法 经常都要做相反那边 放在小那边 如果你个个这些都赚钱 那世界还需要做的 是不是 还需要做的 通常 大圆大圆 一 全世界都看那边的时候 另外那边可能是 出现的 机率可能较高 都不顶 这是事实 今天做得最好的版块是公路股 浙江护航俑举例 他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提早熟债 那便升了7% 这个5.9%这个价位 是他宣布公股之前的价位 5.9% 所以如果今年公了股那些 就是做一轮工作之后 公了股之后 除了即时有得赚之外 如果你持续到现在 那4元公股 你现在赚了2元 很容易 赚50% 50% 这个公路整个版块 其他同业都做得很好 都做得非常之好 例如 看下哪个升跌 升跌最多的就是 浙江护航俑 我们经常都说 我这个仓也有人有的 深高速又升了 江苏宁护安徽满通 齐佬 就算湾区 四川成余 每个都升 到深圳国际都升 你看下整个版块 有什么政策面 传说 有些规矩 可能拿出来 帮助这些收费公务公司 就可以收内些日子 以前有些规矩 定了你收到 收到 本权回笼了 你就要减价 或者不收 但是现在说 文说 我在腾讯自尊股 手机app 就看到这些消息 但未经多些人说 就无谓 铺出来 有可能 这些全文都不行 但是 确实今天的公路股 是做得非常之好 第二好 我不说那些 你和腾讯那些 因为太多人在电台 在影片中说 那些我不说 今次说了 石油股是第二个版块 做得最好 传统收息股 8.57那些 升回5.2 今天升了6% 很重要 很多人拥有 有个朋友问我 三百六 可以不可以 三百六 今天也很可以 他说 三百六跌得多 升得少 他问我 好不可以更换 我说 其实石油化工 是长期看好的 为什么 就算用了电车 又不烧石油 拿能源 但是要化工 产品 有很多人要 这个行业 是何时都需要的 又不是拿来烧的 如果他集中火力 做化工方面的产品 他不停有生意 今天也升了4% 我说 如果你担忧一只 倒不如有钱 买两只 买一只化工 买一只石油 有时候 他们两个互相等着 也有色派 他们两个 持组合就是这样的功能 这个石油版块 今天做得第二好 我认为 中资银行股 做得第三好 例如3988 升了3% 很久都看不到 四大银行股 升了3% 又接近3元 3元是上次 随正跌下来的平手价 现在又回到那里了 说都没那么快 所以股票也不用太硬性 去到哪个位置 止蚀 如果你止蚀 如果止蚀 八五七都止蚀 跌下来跌很多 跌到4.7% 也有的 我们就止蚀 止蚀就没有现在 所以 如果不是说 打工仔 即是说 要帮人投资 收人的投资费 不是做那些 如果你跟着方法去做 升市的时候 就不要买股 跌的时候 如果有钱 就买多些 没有钱 就买少些 如果不够钱 就不要买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不会很伤身 而且每个股都有息收 全日股空金额出来了 270亿和昨天一样 昨天升500多点 今天升500多点 股空额差不多270亿 今天是我要拥有的 股之中升得最好的 就是联通 联通一口气升8% 由5元以下升5.21 这是我标题股 移动联通 应该是一个月内的影片出现 我亦有买了联通 我和大家也有分享 所以我觉得 电讯版块 今天做得好的股 都是那些强势 不要说强势 是中资的 中资有关的 联通 四大各有银行 和油股 全部都是各支 所以要记住 全民中国舊市 舊是舊哪些 是舊这些 舊自己控制得到的 第一 自己买 自己控制得到的公司 什么叫控制得到 你有个党委书记 最低限度有个党委书记 知道那间公司 没有龙虚作价 没有贪污腐化 有就拘捕你 他会投入那些 投入那些股 会影响指数 影响指数 会拖高其他的股 以及拖高香港的指数 他希望在境外的人民币 能够如何收集 我估计都是在香港这些 中资银行 中资银行里面 有些是人民币业务的 他在那些 看看如何借回 也好 中资银行都乐意于这样做 有人放人民币 他都会给利息人 所以有个人去借他的钱 或者做债券出来 去吸入那些钱 有些人就北向买股 会形成一个币环式 也是挺负建设性的做法 应该有人很聪明 就像我那样的想法 在收集这类股 匯豐那些他不会买的 匯豐那些虽然有得升 看看匯豐 匯豐也不够60元 真是激气 5毛仔 阿公买货 他不会买匯豐的 你千萬不要想错 要买匯豐 现在他在英国那边 在伦敦那边 卖还是升到半个ps 渣打也有得升 渣打也有得升 渣打得更多 一个匯豐 所以我觉得这股 可能这一轮 都还可以升一下 升到收伏到60元或以上 才合我退股的要求 我不會太貪心 我要看市況做 我不會像新加坡基金經理那樣做法 你想一下 他用自己的想法和判斷 去幫人買股 你聰明就好 你不聰明就陷入了 他有信心和自以為是 其實只差一點點 你善意地說他做事真的有信心 然後你說他做事自以為是 其實行為都是差不多 不過那條線就差一點點 2388又是跌突股 今天又升了五毫子 一天升五毫一天升五毫 遲貨 如果你遲貨三天兩天 已經升了10% 5% 不要10% 5% 這樣也很好 如果你能夠做得這樣 你一定是好過 那個新加坡基金經理 有傳聞 描述式地說 馬雲已成為阿里巴巴最大單一股東 軟銀股份接近歸零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馬生、蔡生是以億計的錢 美金、億計的錢 買了公司很多股票 以後阿里的升或跌 這兩位哥哥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我相信 所以今天他的升幅 是比騰訊一倍高 他升7% 騰訊升3% 現在美國開市差不多一個小時 匯豐是在做折合港幣60.8% 即是升了1.5% 美國的指數每次都在升 但不是升得很多 杜瓊斯指數始終升得少 鈴子鈴子升了166% 道指升69% 標普升30% 很多中概股都可以升 有些都在追求香港的升幅 除了蔚來汽車跌少少之外 阿里升半個% 沒有昨天升那麼多 拼多多 昨天跌了 今天升回百度 仍然有3% 暫時 恒指的高水是245點高水 很少 連續3天都有高水 即是在做號碼 16145穿166點 看看明天收市時 看看市場是否一樣 這麼厲害 債券通有些高級的人 不是很高的人 余偉文說 債券通行下債券 立入金管局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 合格抵押品 尿2月26起生效 所有正在做的事 用人民幣北向買股 各個大企業 香港發人民幣債 離岸人民幣債 還有這些都是 將人民幣 幣還的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來的 今年來說 我們看到人民幣 那個 境內和境外的人民幣 都應該 產生渠道 就是 循環 做一個內循環 看看明天再作一些預測 中國又傳出消息 說要 央企 各支委要出消息 要管 考核這一點 就是要 市值也要管理 就是這些公司 拿工錢那些 中石油 急升5% 這不是因果 總之 有一點 現在很精釋 第一 你要營運一間公司 要做生意 第二 你要多派紅利 第三 你要管理好市值 你的市值不能縮得太小 你的意思是說得明白 你的管理人不要拿股去賣 見到別人有異動 有人沽你的股 你就要出來做一些積極的事 現在很清晰 很清晰 快收市了 還有半個小時 美國股市就收市了 匯豐仍然是 升1.11% 還算港幣 就是60.62% 六字頭 關注這些 不是因為我有 其中之一 第二 我想買股 升幾天 今天想買股 阿里現在這一分鐘 還在升 折合港幣是73.1% 還有五、六號 才升幅 港股是低0.73% 還有水位向上升 不斷推測 不一定會 以前出現的現象 顯示香港股價會升 美國還有半個小時 收市 但是我看杜瓊斯 有可能 杜瓊斯 有可能修復 有可能 現在有紅有綠 有紅有綠 現在是綠 現在是紅 跌著 昨晚是綠色的 昨天開市時 都幾好 立子 跌著 但還可以升 昨晚是升得好些 期貨指數 還有190點 高水 昨晚是多些 昨天200多點 中概股有份計價 指數 大部分都升 除了衛來汽車 衛來汽車 仍是跌2% 我推測 第一 恒指有高水 第二 中概股仍是可以升 幾個大的 仍然有得升 我看看騰訊什麼走勢 騰訊計指數也很多 騰訊 折合港幣是285元 現在在美國方面 騰訊的交投量 比阿里 在美國股市的交投量少 現在是281元收市 ADR是285.28元 我還留意到 1299元都升 1299元收市是62.9元 現在的ADR 折合港幣是63.7元 還有1.5%的水位 我推出過開市的時候 都會有些升幅 樂觀來看 有100點以上的上升 開出恒指的號碼 因為還有不少人悲觀 不是全程投入去買股 第二 有些錢被銀行定期 影響了申請機債 機管局債券 鎖住一些錢 但是中國舊市的錢 有可能是落實 我覺得落實的機率很高 將來成效是怎樣 一回事 落實會很高 有可能已經在動錢 也不成功了 放一些規矩出來 令到央企 要管理自己的股價 市值 我覺得這些言之作作 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但是 都未令到眾委才進說話 握咪開咪說話的人 令到他們都未樂觀 就是因為眾人都這麼悲觀 所以我覺得指數 即使是演戲 做成台戲 如果有人想騙你的話 你都未落答 再騙你 舉例就是這樣 這樣就會繼續有得升 升到你不信 升到那些 握咪說話的人 都放軟把口 那時候可能就是 今天的征服就是完 這個是一個 以前很多次都是這樣 你說 樂觀到 很多人都樂觀 大媽大叔大嬸都樂觀 就是史勢向下的徵兆 美國雖然是 道指下降 其他的因素都在 只向今天開一個 較高的行指號碼 大家要小心 要做回那件事 有股票可以賺 近期很低迷的時候 有加股有增幅的 有升幅的 不要嚴少 要退出錢 多留錢 等待這次升幅完結的時候 再看看有什麽可以買購買 今天先講到這裏 昨天做得好的是公路股做得很好的 好像改變了看法 中資銀行股全線也好 石油股全線也好 移動、聯通等也是全線也好 所以你想想 都是這類舊市的對象 中資股有色派的 相當大隻的 那些就是舊市的對象股 今天先講到這裏 我看有得升了